欢迎收听《议事携军》第26回 这个时候,侍卫首领瞪着秦虎,缓慢,低沉地说道 北城邦帮主秦虎?没听说过 哪来的落迹竟敢如此放肆 至于我是谁,凭你是不够资格知晓的 但是,你儿子居然敢冒犯我们唐府大公子,本已是罪不可赦 我家公子宽宏大度,宅心仁厚,只略是博成,便不再以你儿子计较 而你身为他的父亲,不死感恩戴德好好管教你的儿子,反而带着人来兴师问罪 更以官府勾结,欲要将这两位公子捉拿回去 秦虎,你好大的胆子呀 好口才,军邪心中喝彩 这侍卫头领一张嘴就把罪过全部套到了秦小宝的头上 只是这一段话,便已经让秦虎全无辩驳的余地了 这还罢了,最高明的地方却是把唐大公子唐胖子给诬陷美化了 就凭着不足痕迹的马屁功夫,绝对是个人才,天大的人才呀 唐辅大公子? 秦虎一听这话,真差点没吓死呀 他现在最害怕的很凑巧就是唐家,不为别的做贼心虚呀 那位神秘公子也确实可怕,可是无知者无畏 秦虎虽然也畏惧那位神秘公子 但是呢,始终不知道那公子的来历,以及本身实力到底有多强 可是唐府,那是整个京城都是响当当的老牌世家 灭自己的小小北城邦,绝对跟玩似的 更别说的之前,按照那位神秘公子的吩咐,将唐家的玄丹偷了出来 眼下正是最惶恐不安的时候 唯恐哪天唐家突然找上门来,那便是自己北城邦灭顶之灾了 谁曾想到,自己的儿子居然在这节骨眼上却招惹了唐家的大公子 这可真是自作孽,不可活呀 这一刻,秦虎感觉自己要晕过去了 这样的冤家对头躲还来不及呢 儿子竟然与他们正面对上了 你找死也没这么找的吧 别人撞了南墙就回头了 可自己的儿子呢,怎么撞了南墙,还不回头呢 看着被唐家大公子掠师博成躺在地上满身血污的儿子 秦虎心中又气又急又是心疼啊 自己北城邦虽然势力不小 但是,与唐家这等高门大乏的权贵比起来 却实在是如同蚂蚁老虎一般的悬殊啊 自己唯一的儿子真是太不成器了 上次惹了事儿被废了悬器 丢了半条命 仍旧是部长记性 看来这次只怕连剩下的那半条小命也要没有了呀 不光是秦虎惶恐 那四个不快也彻底的傻了眼 本想这次过来呢帮秦公子出口气 必定每个人呢都可以发一笔小财 哪知道却对上了唐大公子 就不是要钱的问题了 直接要命了 哼,至于你们几个功本败类 暂时留在这里 让你们的上司来领人 我倒要问问他们 刑部鸡兄衙们居然就像是你们这般做事的 衣服黑帮势力 欺压弱小良民 为虎作伥 为非作歹 唐元阴沉沉的看着那几个捕快 这番话居然说的是滴水不漏 尖大意凛然 只不过这样的话 实在不应该从唐元的嘴里边说出来 而应该别人说唐元才对 无怪乎听在军邪的耳朵里边 却是禁不住要捧腹大笑了 唐胖子啊 居然自称弱小良民 还真敢说呀 四位捕快 脸色惨白面面相去 摇摇欲坠 估计胖子再大声地吆喝一句 就能把他们几个吓死过去呢 唐元的岳父孙成和 乃是行部侍郎 主管的正是这一块 这些人的上司便是孙成和的直接下属 若是真的来了 一看这四人帮助北城帮 对付的竟然是自己顶头上司的女婿 那还不火大至极呀 那这四个家伙就真正的是完蛋了呀 这四个家伙确实是倒霉呀 他们自然是听说过唐大公子的名头的呀 可是他们的资格实在太垃圾 唐大公子这样的高级人物 他们是指纹其名 未见其人 今天直接撞在铁板上了 哎呦 你看 这这原来是唐大公子 小可失敬失敬啊 嘿嘿嘿嘿 秦虎赶紧换了一副脸色 满脸堆下的上来拱手深深一礼 哎呀你看 犬子有眼无珠 这冒犯了唐公子 更有劳唐大公子带小可管教 哎呀 小的这里多谢了 多谢了 万万公子爷大人大量 从轻发落呀 唐元呢 鼻孔朝天哼了一声 不理不睬 转头对四名侍卫说 哼 这小子 无缘无故的对我仨也 定有内情 我现在怀疑啊 这北城邦 与我唐家被盗一案有关系 把这小子带回去 好好审问 四名侍卫齐声答应 却是面线男色 心道 这件事起因是在你自己的身上 而你在甩人一脸鼻涕之后 又已经将人家打得半死 人家老子呢 也已经对你低声下气了 现在还要不依不饶 诬赖人家偷盗 这多少是不是太过番了一些呀 唐元这句话呀 本来也就是心中不愤 发发邪火而已 随便东拉西扯的乱扣大帽子 秦小宝这么招惹于他 又是在唐元心情一生之中最差的当口 他岂能善罢甘休啊 但是唐元却万万也没有想到 自己的随口 无赖的一句话竟然是 瞎猫碰上了死耗子 无巧不成书的一棍子 打到了正主身上啊 一听唐元这句话 青虎亡魂皆冒啊 浑身冷汗 顿时刷的就冒了出来 我的天哪 这小子 可真是夜路走多的遇上鬼啊 任谁都明白这小子只是无赖而已 可在这儿却偏偏说中了事实 真是他冒得草蛋至极啊 万一儿子被他带回去 说出什么不该说的 这唐家的聪明人可是不少啊 军邪邪笑着 冷眼旁观 见到青虎脸上的表情 一下子变得惨白 眼神呢 更是躲躲闪闪了起来 不由他心中是大为的奇怪 唐胖子的这句话 充其量不过是想多要点面子 外加好处而已 青虎至于这么惊慌失措吗 再怎么说也是一帮之主 虽然北城帮在六大帮派之中 乃是最为垫底的一个 但是作为帮主的青虎也不应该如此浓包吧 其实对于作为青虎而言 若能借这件事结交上唐家 根本就是一大兴事 可看着那副德行 竟是很有一些作贼心虎的味道 为什么呢 停 作贼心虎 这么一想 军邪顿时看向青虎的目光 变得是意味深长 心中呢 也顿时盘算了起来 犬子无礼 大少爷 教训是应该的 不知是否可以先让在下 将犬子带回去养好伤之后 专程送到府上 请大少爷教训呢 自然了 犬子惊吓了大少爷和贵友 其谋定然会有所补偿 定然会让大少爷满意就是 秦虎毕竟是一帮之主 虽然上次那件事之后呢 变得有些惊弓之鸟的意思 但是啊 多年的历练 毕竟不是那么容易的 他迅速的就恢复了过来 陪着笑脸提出了折中之策 唐元哼了一声说 哼 我倒要看看你们北城邦 怎么补偿 他这么说 便已经表示不再追究了 唐胖子也是光棍 如今面子里子都有了 那就看好处如何了呀 秦虎也是老江湖 当然听得出来 大喜败谢道 哎呀 多谢大少爷开恩 大人大量 改于秦某 必定登门拜访 专程感谢大少爷的大恩大德 唐元哼了一声 看向了金邪 我这里是没事了 不过你儿子刚才 可是将君三少骂得不轻 只要三少不怪罪 你们就可以走了 君三少 秦虎顿时想起了君墨鞋的名字 能让唐元摆出这种姿态来的君三少 除了臭名昭著的君墨鞋 哎呀 这一刻秦虎简直有一种将自己的儿子一把掐死的冲动啊 如果这小子不是自己唯一的一点血脉的话 君邪看着秦虎眼中光芒一闪随即隐去 心中呢已经打定了一个主意 秦虎和儿子秦小宝 一个蛮横跋扈 一个娇纵护短 君邪可以想到 这父子二人如此的组合已经造下了多大的孽 不说别的吧 就说今天 倘若不是遇上了自己和唐元 换个普通人在这里 哪能还有命在啊 秦虎 秦小宝 此等人渣不杀不快 北城邦不除不快 君邪杀机一动 不过他还有一些顾忌 主要是他敏感的感觉到 在这酒楼上 似乎有什么人在窥探着自己 观察着自己的一举一动 懒洋洋的向身后椅背上一靠 习惯性的翘起了二郎腿 手指一点一点的点着青虎的额头 青虎啊 本来呢 以你刚才的那番话 本少爷就要教训于你 不过看你态度也还恭敬 此事就这么算了吧 哎 听说你们北城邦在城北开了不少赌场啊 这北城邦每天都是金山银山 财员滚滚 可真是发财呀 眼睛一瞪 冷笑了两声 青虎 本少爷等着看你的态度 你若是让我不满意 本少爷担保你北城邦上下男女老幼 绝对没有一个人能够看到后天早晨的太阳 说到这里 突然身子坐直 接着俯下腰来 凑在了青虎耳边 怪笑的说道 不过嘛 若是让我满意了 有你的好处 你还不如直接说多多一善的拿银子来呢 绕赞美大圈 有意思吗 青虎心中大骂 但无奈 行事逼人强啊 自己身为一帮之主 却被面前一个十几岁的小孩子指着鼻子狂骂呀 托磨心子喷了一脸 实在是丢人至极 但是青虎呢 却不敢表露任何一点不满 因为这位说要灭掉北城邦 貌似实在不是什么太费劲的事情 陪着笑脸 赌咒发誓 一定要让君三少满意 青虎说尽了好话 才终于在君弦的一挥手之下 抱起了儿子 灰溜溜的走了 呸 真是扫兴 唐元向着青虎的背影狠狠的吐了口唾沫 三少 明天晚上落月湖中心岛金秋彩子宴 你来不来 听说有不少的新鲜来意儿啊 按照惯例啊 每年的金秋佳节 天香国便会在金秋节这天的晚上 在天香城中落月湖的中心岛 举行一次金秋彩子宴 皇帝指定几位大臣 宴请文心书院前十名彩子 而实际上 这十个人也是即将毕业 进入朝堂人物中的佼佼者 借这次机会对这些品评一下 然后安排相应的职位 所以说这金秋彩子宴便等同于是读书世子一跃入龙门的平台 只有十个名额对数千学子来说 自然是僧多周少 这样一来呢 自然让文心书院学子之间的竞争更加的激烈 同时这样的场合 当然会被众人关注 各大家族也会分别派人前去 看看这些人能不能拉到自己家族阵营之中 还有一则 就是这些才子们大多是些单身汉 而且呢 还都是前途无量的黄金单身汉 所以一些贵族小姐们也想从这里边挑选一些如意郎君 自然许多的莺莺艳艳也是要来参观的 这么多名门闺秀聚集一堂 像唐元君墨鞋这等文库 自然更加不会放过这烈焰的机会 而为了与才子们争夺家人的注目 也会彼此鄙视一番 不过每次都是亡裤们输得屁股尿流 但是这年年乐此不疲 此刻唐元问起来 瞧他激动的浑身肥肉烂颤的样子 显然的是势在必行 可当然了 是否能志在必得 这就不好说了 反正是很不乐观就是了 哼 才子爷 我说唐大少爷 您看看我们俩这模样 像是才子吗 君邪翻了翻眼皮 菜子我看还差不多 君大少爷心里还有句实话 实在是没好意思说 本少爷眉清目秀 自然很像才子 可是您老哥呢 说您是菜子都不恰当 肥子还差不多 屁 什么才子 还不就是一群唯利是图的酸钉罢了 将去年的那个赵承松 在金秋才子宴上给了老子一个没脸 让老子在李小姐面前丢了脸 拽得个二五八万似的 本公子立即只是将他弄进唐家 才一徐以高官厚禄 那家伙还不是立马屁颠屁颠的就来了 你知道他现在做什么官吗 唐元得意洋洋 什么官 君邪对这种有趣的事情 还真的是非常感兴趣 搜了一下 记忆搜了出来 这个赵承松啊 家境一般 虽然确实甚有才学 但是呢 为人却极为的势力 根本就是一个表面很清高 骨子里边却是奴言悲惜的垃圾 上次他与唐元作对 也是为了希望能够获得 李太师家里一位小姐的青睐 不过到最后呢 所有的大家闺秀 一个也没有看上他的 倒是唐元这司啊 竟然如此宽宏大量的 将这个人收在手下了 这实在不像是唐元能够做出来的事情啊 我找人把他安排在户部 然后让我叔找他个毛病 接着调离 然后又调离了他几次 他现在唯一的工作呀 就是在我洗澡的时候给我擦背 天天给我洗内裤和袜子 我那几房小姐的衣服也是归他洗 别的工作啥也没有了 唐元恶狠狠的笑道 若是他跟老子倔强到底 清高到底 嘿 老子还真拿他没法子 也不好意思折磨下去了 不过这家伙软骨头还要装清高 说什么明事风流 我呸他妈的吧 他不是想要扯李太师家的裙袋子吗 老子就让他天天洗裙袋子 唐元恶狠的叔叔呢 乃是户部员外郎 给一个新人下半子 自然轻轻松松 一块加拿手啊 军邪听完这话 噗的一声 一口茶水喷在了唐元的脸上 咳嗽了起来 哎呦说 李叔还真听你的话 唐大少 你这样也太糟点人了吧 那个人说啥也是个才子 还是文星书院的毕业生 颇有些能力的 这般做法 未免太犹如斯文了吧 犹如斯文 三少 你这话我可不敢苟头 那些人算他妈什么玩意儿 就是他妈一群书呆子而已 就算他们从书本上学到了 今天伟地定国安邦的本事 又当如何 纸上谈兵 完全不会运用 只能闷在肚子里发臭 学问大 不等于能力强 也不等于人品好 光靠一张嘴算什么才能 更不代表什么 文星书院 好大的名头啊 可天乡国历代以来 位高权重的人物 从文星院里边出来的有几个 呸 唐元哈哈一笑 一排惊喜的肩膀 随上 咱俩都不是什么好东西 停停停停停 什么叫做咱俩都不是什么好东西啊 我告诉你 唐胖子 你这话 我可是真不爱听啊 欲知后事如何 欢迎各位继续观众收听 议事携军 第27回 咱俩都不是什么好东西啊 有点像不一样的 有点像不一样的 并且